主席長這邊跟您請教 就是接下來總統辯論大家都很關注 那您會想要跟侯市長來一場公平公正的辯論會嗎 來跟主席做請教 你這個題目很奇怪 你問他說你要不要跟你的對手來一場公平的辯論 不然你是期待有一場不公平的辯論 我不曉得你的題目是什麼 現在三個政黨對於辯論這件事情 找哪一個平台上面有一個共識了嗎 對我來講是這樣 一開始剛剛藍白的我就說 好先三場辯論再來領民調 不過他們從來不敢 我倒覺得這樣 真理是越變越明 我們就這樣 其實這樣既然要選總統 大家把台灣面對的問題很清楚 很清楚的大家來討論 你不要再閃躲了 yes or no 大家講清楚 所以我覺得這樣 現在是有三場證件發表會 不過那個 那個純粹就是證件發表 那等於在比賽員講 沒有真正說大家對這個國家重要問題 只有正義的大家來討論 所以對我來講 那辦辯論當然很好啊 越多越好啊 對不對 嗯 辦辯論 當然很好啊 主席想要再請教一下就是說 因為你們的內參民調 有顯示56%的選民 就是認為說 吳欣寅並沒有替您加分 而且他現在其實 包含一些爭議也是都有 那主席能不能給他一些建議或者是提點 而且現在黨內內部好像又有傳說 對吳欣寅不滿的選民 有沒有當面給他提點 提點喔 如果相較於趙超康 或是消美琴 他的確是在台灣存在比較久 所以他的知名度比較高 那當然吳欣寅在台灣鎮感出現的時間沒有那麼長 所以比知名度一定比較少 所以事實上我已經看過那個分析 他說喜歡跟不喜歡其實都不懂 因為不曉得他大部分都沒意見 所以對我們來講 我們這段時間最重要的是 要讓大家看到他的好處 看到他的優點 這是我們要去努力 因為這是一個新產品 不是像那個時候已經在市場上販賣很久的產品 大家對他都有定見 大概就是這樣 你要不要補充 不要 然後先問一下委員 問一下就是說 剛才在講的時候 有一點激動嗎 就是剛剛情緒好像有點難過 我在這裡 哈囉 哈囉 就是剛剛在講 一開始在講的時候 好像情緒有點激動有點難過 那是不是也是因為想到過去的這個經驗 所以才要來推這個手法 這可以幫我們講一下好不好 是 如果我們就是分享一下就是說 難過的原因跟過去的一些經驗 可以幫我們具體的稍微講一下 讓大家可以更認識你這樣子 人家都覺得說他很難過 你還不想要說你為什麼難過 那個都奇怪 我大概知道啦 但是何必 我覺得你這個題目就很奇怪 他就講過了 想要問一下主席 還是跟吳錡委員有關 因為昨天在開會的時候 是不是有跟他講過就是 被替發生的聲音 有以過來人的經驗 跟他有一些說 就是有一些建議 那另外就是說 因為吳錡委員他 就是也是蠻堅持做自己的 對於這個媒體的回應 其實 對於媒體的回應 他沒有解答 所以會不會擔心 就是說這樣子印下去的話 會可能對你的選舉有影響 因為我們要等到12月5號 第一點喔 其實 政治也是個專業 就是說應貴進貴 你想想看喔 十年前的柯文哲長什麼樣子 你有沒有講過 跟現在差多少 十年前你什麼時候都看過柯文哲穿西裝 對不對 穿布鞋 然後我去上海雙城論壇 來穿布鞋去 所以說那個大陸的官員每一個都不在口袋 所以有一個穿布鞋的來參加雙城論壇 但是這樣啦 這個 我到底覺得這樣啦 就是要 取一個平衡啦 完全不做自己 太世俗也不好 但是 所以我也是講說 政治有它世俗的一面 也有它 理想的一面 只是說我們常常在其中取一個平衡 那當然 這個話題 對吳晉雲講話就是說 他畢竟喔 他的成長背景 是英國美國的 所以跟我們台灣的這種文化不太一樣 所以有時候當時人家說 你找這個 我說 復服性很強啊 我何必在鏡子裡面找一個人 所以應該 多元喔 開放在我們的政治裡面 所以應該 我們儘量讓這個社會有不同的人 那每個人在 可以的範圍內 也讓他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去過活 這是我的理念啦 你要不要補充 不要 他就不是 我先講一個話 你覺得十年前的科學長什麼樣子 我還沒有在 我還只去美國留學一年而已 我不是那種長期住在美國的 好 那次我想請委員補充一下 就是復興說 希望你可以找到平衡 那你覺得經過這兩邊 你有找到平衡嗎 還有一點就是說 因為接下來大家都很關注的 就是副手辯論的部分 請問你會接受這個辯論的挑戰嗎 那現在有沒有再做一些加強訓練呢 當然 我歡迎挑戰 非常歡迎挑戰 謝謝 這次的參選 對我說都是滾動性的挑戰 然後也很榮幸的機會 接受民眾黨跟主席給我這個機會 所以我希望有一個親密的學習 我感到這幾年來 我會看到臺灣 我看到臺灣的事情 現在看到臺灣 我感到很高興 非常可惜 臺灣有非常多美好的地方 可是這幾次的政黨輪替 臺灣真的有變得更好嗎 那有機會三年前參加民眾黨 那當然很突然間地補 現在在主席最需要幫助的時候 然後給我這個任務 當他的副手 那我一定會用盡我的辦法 讓我的專業跟國際化 跟我所希望臺灣的改變 來未來這幾週 努力地跟每一個民眾來溝通 謝謝你們 之前我所有健康成功的受驚染 因為之前的一次不愉快的婚姻 必須全面銷毀 這是我心中永遠的痛 我的辦公室已經將人工生殖法草案列入議程中 下個星期一 我當招委的時候將審查 我認為人工生殖法的鬆綁非常重要 它不但能夠提升真正提高出生率的同時 鬆綁不合十一的法規 來促進臺灣的人權以及女性的身體自主權 我是因為新手媽媽 今年年初我迎接了我的小寶貝 她是我生命中的奇蹟 和寶寶的相遇 對我說是一個非常幸福的事情 這個孩子對我來說是上帝的恩典 以我個人的經驗來說 之前我所有健康成功的受精染 因為之前的一次不愉快的婚姻 必須全面銷毀 這是我心中永遠的痛 所以我覺得今天我進了立法院 有機會讓更多的不同的家庭的族群 跟父女們 單親的父女們 有這個機會能開心地擁有自己的家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